在這裡 修理 看一下有沒有從B點 你這個傢伙偷偷摸摸的在這裡 想偷襲 還是他已經死了 Nope 他還活著 好嘞 各位歡迎回到 War Thunder 我是小J 今天我們有陳鴻安 他說蘇聯的那台像戰艦的坦克 他說他說了三次 我看到這個的時候我就想 蘇聯像戰艦的坦克我就想了一下 然後我想到的是SMK 但是我打開了這個科技術之後我看了一下 我覺得說不定他講的有可能是在T35 但是我非常的自私的 做了一個擅自的決定就是 他說的絕對不是這台 為什麼呢 因為我不想玩這台 就這麼簡單 因為這台好慢 這台我知道他非常非常的慢 雖然我覺得這台應該也會蠻好玩的 但是 如果我真的錯了 陳兄 如果我真的錯了 你說的並不是SMK的話 在下面繼續留言 告訴大家你想要看T35 我會把它帶出來的 但是今天我們開出這台SMK OK 我們有一個75毫米炮的砲台 一個45毫米炮的砲台 再一個這個我不知道是什麼的車身 類似像KV-1 我覺得這個前面這邊有點像KV-1 然後這兩個都是完整的砲台 所以他們是可以旋轉的 當然這個45毫米炮它不能旋轉360度 它只能旋轉大概 我猜 230 還是270 應該沒有270吧 就230 250之類的 上面這個是可以完整轉的 OK 那我們今天配的飛機 他沒有說配什麼飛機 我就想說我們就配台IO2M吧 畢竟這是蘇聯比較算是 載蛋量比較 高的這種攻擊機 而且他有23毫米炮可以對付一些 敞篷式的 不管是坦克獵獸還是 防空車 OK 那就這樣吧 我們開始吧 好各位所以歡迎來到西奈沙漠 SMK 我 等到進了場我才想到我沒有把這兩個砲的 控制分開 所以現在我們如果開砲 沒錯是兩個一起開 所以 我不知道這效果怎麼樣 如果這場 這個樣子的效果不好的話 我再去 把它改一改 不過 我相信我們這個準星 瞄準鏡應該是75毫米炮的瞄準鏡 所以如果瞄高一點的話應該就是 45毫米炮會打到的位置 如果我要用45毫米炮去打的話我要瞄高一點 那其實 很令人意外的SMK的速度還蠻快的 你們覺不覺得 這台 22公里 在 一個上坡的路段 是 蠻驚人的 那是一台 那是 那是M10嗎 那是一台Sherman 他死了吧 他死了 不過那邊有一台M10 注意到我右邊 那邊有一台Sherman Firefly 這台Sherman Firefly 我兩個炮袋我不知道我的炮袋是哪一個 我沒有四爪炮打到他但是沒有用 那M10呢 那M10死了 我們退後一下 我必須 呃 等一下我們看一下 這台Sherman Firefly 我們兩發都打到 你們如果你們看右上方的那個 透視 透視 圖你們就知道我們兩發都打到 而且是因為兩發都打到才把他打死 我們先是打到一個Critical Hit 然後緊接著拿到一個Target Destroy 對 屌的不行 所以C點還有人嗎 我覺得C點看起來空了 我們去把C點站下來好了 我們這裡面有幾個組員 7個 我們看一下透視 喔 等一下 剛剛誰打的 那台T34為什麼冒煙了 誰打的他 喔Shit這邊有個人 這是一台 防空車塔4喔 那現在M13應該 不知道這邊有沒有人 咿 那邊有台 對 我真的必須說 SMK 比我想像中的要來的 怎麼講呢 機動性高的很多啊 我覺得這台機動性好高 比起我用過的很多坦克都要來的高 Shit 背後 我 為什麼會有人從我背後 雪 áreas從左邊 oh在那邊 我們的4足螩 �こ琴 也可以用 快快快快快快 喔不能用了 oh轉不過去了嗎 我們的45咖喲炮 轉不過去了 是這樣嗎 不是 我們的45咖喲炮 也不能動 Shit Goodbye 我們有個Yacht Knight 我們帶出來一下 看看有沒有辦法清空一下這個空中 有點可惜這個第一槽我們只打到一台 不過那是個蠻酷的殺對不對 那邊有兩台戰機在對付Yacht Knight 我們在Yacht Knight是完全沒有升級 所以是最原廠最原始的Yacht Knight 所以我們要小心我們連Web都沒有 希望在Yacht Knight可以 有一台XP55好像 那應該是XP55 Yacht Knight被打下來 有一個Firefly Firefly不用太緊張 我們要擔心的 Holy shit 我看到四台飛機至少 那台XP55好像在朝我們過來 我們再拉一點高度 他在那裡 OK 我們得一個一個解決 來 SP55就來這裡 我們打中他 但沒有什麼太嚴重的傷害 可能是因為我們的機砲太弱 喔 他回了 OK 我們保持一點我們的速度和高度 畢竟還有很多台飛機 OK 就在下面 他是黃色的嗎 他是一台什麼 King Cobra嗎 還是一台 他是一台P-Shooter 他是一台P-26 What the fuck What the fuck 為什麼會有一台P-26在這裡 對 而且我還把我的6點鐘賣給他 因為我是一個笨蛋 我跟一個P-26在轉 不過他追不上我們的 這個無庸置疑 他打到我了 我們是時候拉一點高度 把這個加油甩掉 他跑了 他打到我了 他打到我了 我打到我了 他打到我了 他打到我了 沒有 有P-26 有P-Shooter 你不屬於這個街你知道吧 我們打壞了他飛機上最不重要的東西就是他的起落架 這人呢 他在那裡L2解決他 What What 我覺得他要墜毀了 對他墜毀了 然後他墜毀了是 喔給SIDO2殺了 其實他剛剛那些 WTF 那是 是防空車嗎 是防空車 你這個傢伙 走開 還有飛機嗎 我是來處理飛機的問題 兄弟 這是一台 是在LVT嗎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防空車 OMG 我不知道我的這個機炮能不能穿LVT LVT的裝甲是很薄的 我們這個多少 27毫米應該是可以穿的 他死了 我們再看一下這台防空車在哪 有飛機 Fucking hell 那個隊友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一次 那是一個 那是一個King Cobra 那是一台King Cobra King Cobra King Cobra Oh shit 我們速度這麼快 我都沒有注意到 這台飛機 你完全不會注意到自己的速度 是這麼的快 因為他飛得非常的無位 這是蘇聯機厲害的地方 然後他死了 Shit 再來防空車反射 Shit 不要打我 Oh shit 我要聽到飛機的聲音 喂 喂 喂 在那 怎麼又是一台雙一機 各位這一場為什麼都是雙一機 是一台雙一機沒錯吧 是啊 是一台雙一機 3.0大家都開雙一機出來 等一下防空車真的很煩 這很煩 他在什麼啊 Swordfish嗎 不是 是在F3F WTF 又一台飛機 噢 一台SVD被KV-1直接射下來 KV-1你屌 你屌 你屌 兩台防空車現在 我們沒有這個 我們沒有機炮了 我們機槍只能69發魔衣降落一下 所以我們來到SMK真正厲害 應該說適合他的環境 也就是都市環境 對吧 我不知道 我覺得SMK應該蠻適合的 為什麼 因為你可以 比方說 遇到敵人的時候 你有兩次 應該說 也不是說兩次吧 就是你有兩個炮可以 糊他一臉 基本上很難有坦克 被兩個炮糊一臉不死的 第二個就是 如果你是轉角的話 我們可以先讓我們的45號尾炮探出去 打 然後 如果45號尾炮被怎樣了 我們還可以把我們的75號尾炮再探出去 你們說 這樣講有沒有道理 我覺得聽講很有道理 但我覺得其實 其實 應該沒什麼道理 呦呦呦呦呦呦呦 呦 kinda 就是 向前傍 地點 會有可能 他在哪裡 他死了嗎 噢他死了 我覺得這個位置不錯 我們在這裡等一等吧 我覺得應該還有坦克會過來 喔那邊有 有 他會出來的 信用我 Trust...Trust me 煙霧呢 刺出海報 Shit 那是一台88 那台什麼都不是 我不想動 這個位置太好喔 我太喜歡這位置 那邊還有人 你們看到嗎 而且你知道 這樣子側面有一個好處是 我們可以攻擊到他兩個不同的位置 退後一下好了 OMG NO NO 為什麼 這麼多人 他們全部都過來了 我們居然打到他了 我覺得是我們的45號米炮打到他了 我們的75號秒的略高 所以你如果看到 我們的車身現在傳... 呃...船 對 這基本上是要船 裡面損失了兩個組員 就是那個傢伙社 然後他好像還在上面 他殺了我們的M24 Chachachachafi 是時候 展現我們蘇聯強大白角的作用 我看不出來我... 打得高來還低了 他撞我 Fuck 我們的白角沒有用 各位 因為這個Valentine喜歡撞我 Fuck Fuck 這是我們絕佳的機會 滴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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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YES 我跟你們說過了 我的名字就叫做復仇 我 就是專門復仇的 不要質疑我 這些人佔領了B 他們應該會推進過來 我覺得 我們在等他們 他們不來我過去 我們可是SMK 遊戲裡 機動性最佳坦克沒有之一 我跟你說過不要射我 你沒有聽懂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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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們往前 推進一段一點 找到掩護我們再來修理 我們其實是半個引擎被打壞了 不是什麼太嚴重的問題 我們必須拯救B點 這是我們的任務 然後我們必須進到水中 這個SMK戰艦模式啟動 我們停在這裡修理 看一下有沒有從B點 你這個傢伙偷偷摸摸的在這裡 想偷襲 還差已經死了 Nope 他還活著 有可以 我戀愛了 我真的覺得我戀愛了 我因為SMK戀愛了 OK 我們稍微推進出去 注意一下我們右邊 沒有人 OK 戰艦模式啟動 船長 沒有發現敵人 全速前進 Over 右閒 偵查 沒有發現敵人 全速前進 Over 我們佔領B點 全速靜止 敵人 砲彈來襲 欸 我們到底有沒有再佔B點 B點好像還要再往右 我們後面好像 Nope 敵人炸彈來襲 全速前進 報告 緩工車 Fire 全力 全力 Oh my god 哇 有一萬個敵人戰機盯著我 我們必須 在佔領的同時保持移動 前方 沒有發現敵人 全速前進 Over 我們 我看不到這個B點的圈圈 你們知道嗎 所以我不知道我到底會不會 NOOOOO Oh fuck you Oh shit 我們沒事 我們沒有死 Holy shit 這家我會氣瘋掉 我說真的 這個家我會氣瘋掉 我們在補人 補子彈 修理 我們可以同時間做三件事情 因為我們是SMK 因為我們有兩個炮 我們有兩個炮 當你有兩個炮的時候 這個世界上就沒有什麼東西可以難倒你了 看不到在佔領A點的人 OK 我們還有4秒鐘 修理可以完成 OK 修理好 呃... 我們去A點好了 C點畢竟有點遠 其實都一樣遠 但是我覺得A點有我們的隊友 我們可以支援他們 如果只是去C點的話 只有我一個人也沒有隊友支援 不太好 WTF 是防空車打的我嗎 我覺得 OMG 在那裡 NO NO YES NO 報告 我們被圍攻 報告 我們被圍攻 天啊 這家屋在哪裡啊 好 各位 所以希望你們會喜歡今天的SMK 系列 影片 SMK 我從來不知道有一台坦克可以好玩到這個地步 SMK 如果我要推薦一台金幣坦克給大家 說 一定要買 我絕對推薦這台SMK 他 你先不說他很強 他真的很好玩 他真的非常好玩 他的好玩是來自於各方面的 不在於他 不單單只在於他強而已 OK 那感謝你們今天的收看 一樣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你們下次想要看什麼樣的飛機坦克組合 我們 下次再見